一如小姐 如果说像很多那种高科技的人员 然后加班啊 老板说要看你要尿出血尿啊 那种过劳死 他算不算意外 其实我们一般听说过劳死 就是说他突然就这样子工作到很累 然后死亡 觉得应该要理赔 其实是应该是算不算的 因为过劳的话是 你长期可能自己累积你的疲劳 所以他可能到最后在病因上面 他就是说我们意外险 其实有三个要素是 所以他可能若是他的导因 是因为你太疲惫 导致哪个病因出现而死亡 那就不赔了 那像刚刚他讲那个意外啊 就桃园之前有个案例啊 有个先生他家里遭小偷 他被小偷吓到 一下心率不整 然后就就就过去了 这样赔不赔 这样赔不赔 对 那其实刚开始是不赔的 因为他说他是心率不整 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争议 就是说小偷是突然进来的 对啊 他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病史 他是真的被吓到 那一瞬间导致心率不整 所以后来他是判赔的 但是中间有争议了一下 本人好像有保一种意外险 是比较保本型的意外险 对 我的意外险啊 就是到最后 谁怕怕喔 对啊 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放心啦 我这边人大笨狗大餐 包子大的包韭菜看到没有 都在我这儿啦 OK的 就我保的那个意外险啊 它就是 洗满了以后 我除了本可以拿回来之外 它还可以加1% 1.03% 通常意外险不是缴了就缴了 还有这种的喔 以一个人大概36岁的人来看待 意外险是500万的话 它基本上像买你刚刚那种保险的话 一年要四万八千块 我们暂时不要讲它贵跟便宜 对 假设说 不回本的话 它一年的保费是六千九百块 哦 差四万八倍 八倍 把这笔钱 放在你的任何像给憲哥操作也好 定存就好 定存就好 你觉得定存现在几% 1.3 你不要再问了啦 没有要不敢讲话 还要有一件事喔 那是二十年后0.1.3喔 不是现在开始喔 对 还有通过膨胀的问题耶 对 所以这个答案呢 我想每个人心里有 我也不知道好跟坏 所以本一妹妹 你还要不要问 我不要 我继续讲 不敢开口 好 等一下 我们大家冷静一下 邱总那你讲了这么多 你赶快告诉我们意外险 到底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要怎么保吗 就像我们大家 对我们要庙里拜拜的时候 都会放香油钱 我妹妹有没有想过 把香油钱放进去的时候 今年如果平安 会去庙里把香油钱拿回来 不会可能 不会 所以但是你丢进去 去保你平安嘛 那会不会一定平安 不一定 纵使不平安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菩萨会显灵 来帮助你一些事情 所以把意外险 当作香油钱的概念里面 进去了 最后一辈子不要拿回来 保险的概念是说 它就是一个狗不理睁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无法承担的时候 被迫用保险 来弥补这样的损失 既然这是不得已的状况 所以基本脑袋一定要清楚 一定是要把 就是不想发生的事 钱越少越好 但是有个前提 所以邱总意思就是说 买一年一约的意外险 会比这种二十年的来得划算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 就像刚刚邱总讲 就是说假设预算有限 是可以选择像那种定期的 就是说像产险公司 有一些意外险的保障 是一年一期的 大概就是一年一千多到两三千 这样子 不过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它是一年一期 所以假设说 如果你在中间保障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有理赔过了 或者是你有重大疾病 它可能不保证续保 所以它也有这个风险在 所以要提醒就是说 有优有缺 所以你如果要便宜的话 你也是要注意 它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哪有这样的 它有一个金额的限制 对 一般来讲 比如说一百万两百万 甚至五百万以下 对 就是没有这个门槛 但是超过你要保很多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门槛 对 还有它到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超过七十五岁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就不保了 对 医生的评断 非常非常重要 它评断内容 说明 印象到评断的保障 因为比如说像 扭伤 错伤 擦伤 这只有差别 比如说你听这个 错伤跟擦伤 听起来就很像意外 可是扭伤就不太一定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 扭伤跟错伤有哪一样 不一样 感觉像是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 理赔不一样 都很痛 不一样 错伤跟扭伤差很多 扭伤就是我们筋去跪掉 这扭伤 错伤就是你的骨头断掉 那错伤 所以断掉 你今天如果手腕痠痛的话 如果你是写 手腕扭错伤 那可能会理赔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写 把病名沟通清除 等一下我们怎么知道 跟医生讲什么方式 保险公司会赔 保险公司会赔 什么方式保险公司 我们并不知道啊 扭伤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你要问你的保险经纪人 他一定知道 你说我现在遇到这个事情 我脖子快闹到 很疼 可能有流血有症 我要怎么寻 他会跟你说 甚至他会陪你说 我认识你在哪里看 大家大家不要 我带你来房屋看 我房屋有一个医生 比较稀 那血诊断水 比较好一点点 有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 意外险 但是其实我们台湾人 最需要的是 我们平均每一年 每一人每人 要三万六千块以上的 医疗的诊疗费 那一辈子 如果你把它列加起来的话 你如果一个月领四万三的人 你要六年 你才可能 可以完全支付你的医疗费 所以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医疗险 因为我们现在 以前都吃到 十五七十几岁对吧 对 现在一般都八十几岁 九十几岁 二十二岁 十二岁 十二岁 这十二岁这不过 到时候看要怎么 所以我们再来看 最需要的是医疗险 对啊 而且要不吃不喝六年 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所以我们请秋董 医疗险我们要怎么保 才合适 看到我们这个看板上面 看得到的一个东西 医疗险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用一个过程 一定就是所谓的 送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所谓的 救护车啦 急诊的费用可能会发生 对 第二个到了门诊里面 看病的时候 有门诊手术 或一般的门诊 意外门诊 或者是一般的骨折 没有住院的 叫门诊手术险 那假设今天会住院的时候 就变成了说 所住院啦 手术啦 或者看护的问题 或者说住院住很久以后 都不会好的东西 可能出院还需要更多的遥养 有出院的养遥看护 或者失能的问题来考虑 大体分为两大类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个叫做门诊的里面的 十肢十肤 当然不只是门诊啦 就十肢十肤 十肢十肤就是专门来补 所谓的健保不足的地方 就健保没复的方 我这个十肢十肤的cover 这样就够了 过去呢有很多的手术里面 可能需要住院的 但是现在因为医疗技术发达之后呢 所以已经那微型的手术了 所以等于门诊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哇 糟糕了 因为过去的医疗环境里面 必须要住院 在过去的医疗险要有个前提 一定要住院才会理赔 在以前 所以在过去里面都没有看中 这门诊手术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没赔了 但现在的保险里面 大部分都有加个门诊手术的东西 因为技术不一样了 所以第一个最基本的话 医疗险做一个住院医疗为一个前提 第一个就十肢十肤 就是不健保不足之处 第二个可能补健保不足之处 我还想一件事情 我可能我住院完毕之后 我觉得我想找看护 可是很多的健保没有支付的东西 可能这个时候就俗称的日额给付 什么意思呢 它就不管你医疗费用花多少 你要住一天就给你两千或三千 看你买的额度 所以基本上医疗险呢 就买这两个基本的东西 我称为这个叫做内衣的概念 先把基本衣服穿好 基本的只要一住院十肢十肤 您就可以cover了 第二个日额给付可以cover你的补给品 这个增加你的 要给自己吃一点好的东西的 或者说自己工作收入中断 你就把那个日额给付 当做是给自己的薪资的补偿也行 所以基本的款里面 只要买个日额给付跟十肢十肤型 基本上这应该是说 我们的内衣内裤穿好了 所以医疗险是要用这种穿衣服的概念 来看待这件事 第二件事我觉得不够啊 我觉得因为得了癌症之后 我可能会 我需要更多的这种医疗费啊 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增加一年 这个所谓癌症险 对 可能大家会认为 癌症这种事情 已经大家都很常发生 或者家族病死有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认为 刚刚我们内衣穿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预算足够 我也认为这很重要 我就加个衬衫跟西裤可以吗 可以的 你加的越多 当然会越好看 但是你的钱相对的就会花越高了 但是医疗险里面 最大的就常常有纠纷 对 例如医疗险的纠纷 我请教教专家 我岳父喔 他有保医疗险 可是后来他就有 本来我们没有 后来知道有糖尿病 就不知道他续保了 可是他之前已经缴了 他有缴衣的那个啊 时间到以后不给他续保 对 基本只要保险公司成保了 他没有理由 前提是我 没有 前提是我 只要保险公司成保的 他没有理由 没有权利 让你不保 除非在还没有 就是 保费中断 理赔金也有机会拿得到 我舅他就是 他前年过世 他就是会有 他就是要申请 我妈要去帮他申请理赔的时候 发现说 他的保 那个受险的保单 其实已经断掉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小小的关键 到底 谁挤症 挤症不出来的时候 变成保险公司 一屋没进 所以这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空间